不過這波疫情 不只是觀光夜慘 現在最新的無薪假統計出爐了 疫情衝擊之下 現在全台灣有17000多人 正在放無薪假 大型的旅館還有餐飲業人數 就已經破百輪了 所以現在勞動部就說 他們要繼續的補貼 最常可以發24個月 所以最多可以領到26.4萬元 不過現在飯店業者 其實也要自救 就有單點的餐廳 就把它改成吃到飽 而且價格也嚇傻 飯店吃到飽餐廳 有上百個座位 不過客人卻屈指可數 疫情衝擊 住宿餐飲業就是重災區 最新無薪假統計出爐 光是一週之內 放無薪假人數就增加千人 共有17193人放了無薪假 其中大型旅館餐飲業 人數就佔了超過百人 也讓飯店業者下猛藥 原本單點的餐廳 搖身一變自助餐廳 整宗的美食 這樣子點下來 其實要破千元 不過變成吃到飽之後 六道菜變成千元有找 手工製作披薩餅皮 搭配起司白醬 撒滿芝麻叶 帕瑪森起司 奶香濃郁 義式料理比薩屋 還有泰式料理蘇可泰 以及日本料理陶山 三大人氣單點餐廳 全化身吃到飽餐廳 還有隱藏菜單 除了可以無限地享用一些精血美鑽之外 那我們還有贈送就是半隻的龍蝦的優惠 額外加碼 其實是有些龍蝦不一定是平常在菜單上看得到的 萊克素大概增長了三成左右 那總體地位數大概是五六成 飯店業者強打Buffet 遠東香格里拉和牛任你吃 均品酒店 十盎司菲利牛排無限序 精華酒店則是升級吃到飽 確診者康復之後不妨來飯店恢復一下元氣 因為只要來吃Buffet就送你五星級住房 十三坪大客房 加大雙人床 浴缸一應俱全 打開窗益看北市美景 心曠神怡 讓康復的確診者吃飽 睡好不用煩惱 五千元有找 只要出示數位新冠病毒的健康證明 那我們知道說您是康復者 這個週末是端午的廉價 那在端午廉價的話 我們這邊已經有將近一成左右 大概是這個 使用這個康復者專案 另外像是一大餐廳 確診者康復驅助能夠打四折 疫情重創營收飯店業者 絞尽腦汁想出新花枣 東神台新聞 陳雅宏林浩宇台北報導 接著要幫您抓房市的趨勢了 因為最新的統計 五大房仲在五月 全台門市的業績 普遍是月減一到三成 主要是兩大原因 一個叫做疫情 一個是打草房的政策 商總的主席賴正義 今天是向央行喊話說 房市現在一二季的交易 幾乎是禁止 如果央行再升息的話 又寄出信用管制 恐怕這叫做雨天收散 這會對疲弱的房市窮追猛打 建議政府應該要先穩經濟 而黃翔建設 今天也召開股東會 他們認為說 下半年的房市是保守看待 一進門就能從17樓遠眺 觀衣山美景 房仲待看房 當然不能漏掉這間熱門物件 不過五月預約看房的數量 竟還是雪崩下滑 我們整個看污量的話 幾乎減少一半有 對 因為主要是說 買賣雙方他們針對疫情 尤其是被隔離 也是擔心外面的狀況 所以都盡量減少出門 就連線上預約看房 也因為疫情下滑三成 民眾購物意願降低 也讓五月房市轉良 因為跟四月相比 全台交易量就量縮兩成 新北少了29%最多 北市桃園也名列前茅 而跟去年同期相比 則是年減13% 向台南最誇張 量縮28% 我們預估可能六月底到七月初 如果到時候政府政策 也有把口罩偷下來的話 應該就會回穩了這樣子 對 整個買氣應該會慢慢回穩 雖然房市交易腳步放慢 但物件銷售流通天數 倒是沒有跟著放慢 以五月來說 還是維持在一個月左右 而溢價空間也些微增加 0.5% 顯示屋主鬆動價格 但也沒真的降多少 因為購物負擔還是相當重 兩房一天的格局來說 非常適合像我這種黃金單身和奶豬 不過要現在要買房 可非常不容易 以台北市來說 最新數據就顯示 得花16年的時間 不吃不喝才買得起房 買房真的壓力山大 六都裡面以台北市的負擔最重 房價所得比達到16.29倍 攤開全國房貸負擔率 更是高達37.83% 房價所得比來到9.46倍 等於平均九年不吃不喝 才能入手 購物轉觀望 但想真的等到便宜買房 在物料暴漲的環境下 恐怕不太可能 東四台新聞 陳雄宏林浩宇 台北報導 不過現在什麼東西都在漲價 就有一群小資族 他們為了要省荷包 就組成了極其品大軍 就是他們會去超商 選擇這些極其品 而且有些打折還滿便宜的 像是他們就整理出說 Seven是早上十點的時候 打六五折 全家是有兩個時段特惠 而且這樣算一算 一個月可以省上千元 美味的三角飯糰 趁新鮮就開始貼標籤 總共四百種超商鮮食 大白天就有便宜可減 條馬一扫原價33元的 小龍蝦沙拉飯糰 特價剩下二十一元 超商每天兩個時段 上午十點到五點 晚間八點到凌晨 推出極其鮮食促銷 在尚未期限七小時前 就打六五折賣 八星日前 超商是很多人的救星 現在還有兩個終極省錢 數要教你 第一個就是看準 上下五時段再來 第二個是可以打開 超商的APP 可以告訴你附近 哪裡有特價鮮食 打開手機 附近哪間分店 還有特價鮮食 甚至剩下幾顆飯糰 都顯示清清楚楚 光是在小七 一年省下四千噸食材浪費 月底快要沒錢的時候都會買 大部分都是買 比如說飯糰 三明治 讓我們早餐 小孩非常喜歡吃飯糰 有這樣子的一個 愛真實比較便宜 然後大量一起買 網路上還有神人貼心整理 超商的省錢時光 全家跟7 一天都有兩次特惠 萊爾富是晚上六點起 西服食堂打到七折 OK優惠最殺 下午四點半就能買到六折先食 而最佳黃金時段 是晚上八點到十點半 四大超商重疊 同時洗食愛地球 當天到齊的都會放在最上端 都有最八折标籤 小資族看過來 不只超商超市也有省錢攻略 全連離封時段牛排青菜打八折 傍晚時刻還會變六折 以這盒厚切安格斯牛肉來說 375元直接降到300 買特價品才是行家 不只幫荷包精打細算 也是在幫地球減碳 東森財經新聞 吳柏惟牛基在台北採訪報導 最近我們觀察到的是疫情的改變 因為疫情真的太苦悶了 這就是一個特別需要療癒的時代 所以甜點小店現在說商機很大 因為有多數的餐廳都在倒閉 可是我們就發現說 台北車站的地下街 這邊剛剛大改裝 沒想到過去的這便當店 還有賣午餐的 竟然全部進駐成甜點店 光是甜點竟然有17家 原來他們瞄準的背後商機 高達150億 這是你的大胃王套餐 歡迎光臨 兩位我們這邊請 彷彿被疫情按下時間暫停 這是4月的信義區 這是明店的宴會廳 全台餐飲業只剩這一位逃過一劫 這兩年來 我們不能出國的遺憾 害怕染疫的焦慮 苦悶的時代就先靠甜點味戒 這樣子的療癒商機 在台北車站就能感受到百花期望 飄洋過海來的美式餅乾 光看就有幸福感 隔壁水果餡蛋糕 不惜成本追求極致味蕾 這裡是台北車站地下街 原本整排是服飾藥妝店 但五月大風吹 一口氣變成17家甜點店進駐 可能待在家太久了 然後如果有出來的話 就會想要買一些比較貴一點的甜點 很尷尬一下自己 本來因為可能怕還是多少會受疫情的影響 因為來客量都不會那麼多 但後來還是蠻多人會來訂的 現場也會蠻多人來看 以這家蛋糕店來說 平均客單價350 疫情下的穩定收入連上游產業也受惠 擠的時候我們往中間擠 然後就是沿著這樣一圈一圈起 西點老師手把手教學 在半手塔皮注入杏仁奶油餡 這顆法式巧克力塔 只要四小時就能學會 糕餅職業工會開設的烘焙班 總共九天課程能學27種甜點 今年上半年場場額滿招募500名學員 預計下半年還要增至700位 他又進可攻退可守 當你在家做的時候 你可以分送給親朋好友 然後如果你覺得你做得不錯 朋友也喜歡你也可以做販售 從這樣的人氣 你應該開始相信 難怪經濟部說烘焙業的產值 一年有600億 而且甜點就高達了150億 還在持續成長 現在也成了年輕人的創業首選之一 一條龍從烘烤到包裝 獨立完成200顆蛋黃酥訂單 今年34歲的Byron 就是半路出家賣甜點 雖然是疫情期間創業 但大男孩硬是把死路走出自己的路 我剛好開店兩個月的時候就遇到疫情 那時候我就 我把品項說少一點 客人接觸度比較高的 就是一直推 然後順便加入那個外送平台 真實的甘味人生當口味獲得青睞 疫情下也能苦盡甘來 東森財經新聞 劉子騰 劉志在台北採訪報導 中國大陸知名的白酒品牌 貴州茅台 他們竟然跨界去做冰淇淋生意 所以你看口味非常的多 有香草的 有提拉米蘇的 可是這個裡面不是普通冰淇淋 它含有2%的茅台 53度的白酒 而且這小小一盒還不便宜 竟然要快300塊錢台幣 很多人去搶一小時 4萬盒直接完售了 不過現在還有另外一間 它這個酒廠可能就沒這麼開心 因為這一場的大火 就傳出說 這有上百噸的這些醬酒 現在看到河流這裡面 竟然全部都酒 因為它就這樣流入河流當中 滾滾河水 快速流動 但竟然還能聞到鎮鎮酒香 原來這是中國大陸貴州茅台鎮 一間酒廠發生火災 經傳上百噸的醬酒 就這樣流入河中 有的話不能放在罐子裡面 好到動作盆裡面 茅台的醬酒 損失1000多萬 雖然官方也說 這損失沒這麼誇張 但還是招網友調侃 恐怕河裡的魚 都要醉身夢死了吧 甚至還說 這是名副其實的醉魚 不過隨著白酒 逐漸年輕化 中國知名白酒品牌 貴州茅台 也跨界做起冰淇淋生意 香草般的綿密口感 還是苦甜提拉米酥 甚至還有青梅竹酒等口味 裡面通通加入2%的 53度飛天茅台 我吃完之後 會不會有酒精反應啊 這簡直是有酒精 但別看這小小一盒 最高竟然賣到66元人民幣 約283元新台幣 套金價格甚至還超越知名品牌 但中國人照樣買單 開賣不到一小時 4萬個全部玩售 但卻有人說 這背後藏有貓膩 作為中國白酒行業的標竿 茅台每一次調漲 都會承受巨大輿論壓力 但如果將每年上百噸的茅台酒 改用冰淇淋的方式消掉 中間的效益 竟然可以高出近10倍 以一瓶969元成本的 飛天茅台酒來看 能生產140份冰淇淋 再乘以售價66元 營收具有9240元 儘管產品體積不算大 但其中的效益 卻也跟著被放大 微博上有一項4520幾人 參與的投票顯示 有1913票選擇了太貴 被價格勸退 但比達到了42% 只不過只是嘗個新鮮感 還是能持續買單 還有待考驗 東賽新聞彭德宇 傅宇文綜有報導 日本現在已經開始開放了 小團體旅遊很快 大家就在期待台灣什麼時候 可以去日本 因為最近好多人純純意欲動 他們說日圓又走扁了 而且是創25年來的新低 等於說 如果你拿10萬塊去換的話 可以多賺1.8萬 而且這是新台幣 因為其實日圓 這波走扁的程度 真的是扁滿兇的 所以最近就有業者說 旅行社已經在準備了 甚至他們拿的金額很大 一次就要換1000萬日幣 他們很急想說趕快換起來 以後去買可以多買好多東西 可是日本人自己最近在急的 則是說他們的三大家電 正在鬧缺貨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 這鋼鐵的價格在飆漲 所以家電是供不應求 包含最誇張的是這個冷氣 因為它價格已經上漲了 而且現在很誇張 他說你如果要買冷氣 你要等到9月 結果人家一聽說 這夏天不就已經過去了嗎 日本家電賣場各式冷氣排滿滿 炎炎夏日還沒到 就開始提前備戰 但面對鋼架高檔不墜 金額箱賣台新冷氣恐怕不容易 我想選擇的客人 已經變得高了 所以這部分 也很注重的客人 很注目 像是一台日系冷氣 在日本當地價格約2到6萬台幣不等 包含散熱用的騎片 到馬達都需要用到鐵 目前台灣分公司 都已經率先調高售價 3%到5% 至於汽車同樣飽受衝擊 一台車約使用0.7噸的鋼 佔整車成本5%左右 鋼材費用調漲之下 一台車成本就有可能增加 3000多台幣 現在日本大企業包含 Sony 日立 豐田和三菱都皮皮剉 獲利勢必被壓縮 它是用月盤 還是用季盤 甚至有些是用半年的合約價 那如果是用季盤 或者是半年合約價 那可能會落後 反映這個鋼價的上漲 其實現貨價已經 在最近這段時間已經有下跌 鋼價原料今年來漲勢 實在驚人 紐約鐵礦砂起貨 自年初已經上漲一成 焦煤更誇張 價格更是飆增超過七成 現在連南韓造船 業也如臨大敵 鋼鐵佔造船成本高達五分之一 縱使全球航運需求火熱 訂單接到手軟 但大多都已經和客戶簽訂合約 價格移動空間不大 想拼營收由虧轉營南上加南 博專家看鋼鐵價格下半年將回落 鋼價攀升燒到民生用品 全球通貨膨脹再貼一筆 各國民眾恐怕今年都不好過 東三財經新聞綜合報導 6月1號上海解封之後 當局就稱他們現在有三個字 叫做取拼經濟 因為經濟真的太慘了 能夠起死回生嗎 6月1號的凌晨也就是今天 這上海市微博就發出了 致全是人民的感謝信 說我們要感謝全體的人民 可是這個信當中竟然三度稱讚的是 習近平堅強的領導 而且他們就講說 現在是要盡最大的努力 要把疫情耽誤的時間還有造成的 這些損失全部都搶回來 但是有這麼容易嗎 今天是復工全面恢復的第一天 現在就點出了問題 這是彭博說的 他們說特斯拉還有福斯 在6月10號之前 上海廠的工人還是閉環管理 而且現在沒有貨可運 因為不是道路阻隔的問題 而是訂單大缺貨 我們今天就獨家找到台商 他告訴我們當地復工第一天的 最新狀況 機器快速運作 包括減貨 工人加緊腳步 因為封城超過兩個月的上海 如今終於在6月1號 順利解封 員工們可以來上班 讓台商在上海的製比工廠 從不到一半的人力 如今復工率已達到97% 當然原本4月份掛鈴的產能也能趕緊補上 目前開工加上24小時運作 預計產能就能恢復到100% 畢竟當初疫情封城 導致4到5月業績達成率不到45% 得趕緊追趕訂單 但現在還得克服物流卡卡的難題 雖然先前都有存貨影響並不大 但也坦言供應鏈問題 讓平均的交貨期至少都得延後兩個月起跳 專家也看產能如今恢復是好事 但國際物流是否能銜接得上 也是一大問題 缺車缺人的狀況更加嚴重 可能會有一些短期短缺的現象 然後造成那個價格 物流價格可能會有點波動 有工廠如期復工 但像是電動車大廠特斯拉和福斯汽車 卻將繼續實施避還管理到6月10號 以確保生產能夠穩定 而單看整體汽車產業 還是有三大黑天鵝 缺料缺錢缺人需要解決 那以往的危機大概都不會超過一個禮拜 但是遇到這種五六十天 非常長的一個時間的停工 就會發現整個供應鏈的韧性 跟供應的模式 其實是不太理想 畢竟上海為汽車重症 但目前汽車產能僅恢復到 疫情前的20%左右 缺料也將導致部分零組件漲價 也不難看出 為何此次大陸全力救援的重點項目 就是汽車產業 東賽新聞彭德宇 傅宜文綜合報導 我們的觀眾好多都是投資老手 要來問問您了 今年您有賺錢嗎 從股市上面 因為您看這是勞動基金 它竟然是史上第二大的虧損 單月報賠了1400多億 它現在算了 今天前四個月的累計虧損 竟然是將近2000億元 而且這收益率其實是負的 這是負3.94 所以這個其實滿慘的 而且他們今天勞動基金運用局 就有去解釋這個原因 他說其實是因為 烏二戰爭現在沒有曙光 而且中國封城 現在今天不是才剛剛解封嗎 而且現在全球通膨非常的嚴重 全球的股債是都在下跌 所以不是只有他們賠錢 大多的投資人大概都是賠錢的 他們還講其實近10年 平均報酬率是將近5% 所以今年是比較特別的嗎 今天台北股市是收跌 因為季線的這個壓力 其實還是存在 所以今天下跌了超過百點 不過其實有時候說 在震盪的行情當中 新手真的是勇者 因為一看 這是不甩台股在震盪 這個5月的時候 台股這個開戶的人數 竟然是增加了3.3萬人 所以現在開戶的總數 有1200多萬 而且最近大家說 不是這些全脂股在帶頭 反而是有一些大牛股 就是很久都不會動的那些股 現在竟然在帶動 機器怪手開挖 印尼南加里曼丹 這片礦場 一年可產出600萬噸煤礦 現在華興大手筆要砸8000萬美元 間接取得開發公司TCM18%股權 可擁有20年開採權 拼在2024年投產 華興雙軌並行 這回還預計要砸約70億台幣 在年底前完成收購歐洲不鏽鋼棒 及盤圓領導廠的七成股權 屆時一年將可增加22萬噸的產能戰力 一口氣要砸近百億 華興除了麗拼成為全球不鏽鋼產業龍頭 還要確保原料來源 降低價格波動風險 畢竟今年來俄烏戰爭下 國際煤價漲福兇市場需求又高 不鏽鋼來說的話 當然是為了要擴大產能 產能越大當然會有 越有價格的優勢 整個不論在鏈製不鏽鋼 或是說在整個冰涅廠的挖掘裡面 都需要非常大量的能源 華興其實是老排線籃場 這幾年跟上全球趨勢朝綠能轉型 巨翻海底電纜 智慧電網電纜 電動車充電裝等等 都市長焦祐輪步步騎精準到位 結盟東元後 兩年內版圖擴張飛速 2019年成立印尼華興涅業 並攜手大陸鋰礦巨頭青山集團 在印尼興建了四條鋰深鐵產線 今年全產全銷 為了跨入電池儲能領域 又砸了兩億美元 取得印尼某公司過半股權 還投資1.8億美元 在印尼打造冰涅廠和發電廠 預計今年底完工 跟電有相關來說的話 因為過去的傳統的這個產的能源 已經發展已經趨緩 因為這些市場的成長性都非常的強 它的業績可能在未來幾年 會有比較明顯的成長的幅度 只不過近期國際涅價走跌 客戶下彈轉弱 庫存去化速度也慢 讓華新一號開出的六月 不鏽鋼內外銷盤價 中止連四漲出現調降 正式疲弱 東森財經新聞 柯黃明葉子晶 台北報導 東森財經24小時故事直播